8号东南烈风或暴风讯号仍然生效 凌晨1点台风海欧习记忆本港以南大约370公里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 而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 海欧在未来一两个小时会最接近本港 会在本港300公里外略过 本港早上的风势可能会逐渐缓和 但仍然会有狂风大骤雨 市民早上上班回落前应该密切留意最新的风暴消息 当局说到现在收到最少12宗淋树的报告 一个人在风暴期间受伤 接着来看看台风海的交通安排 机场快线分别在凌晨1点正和1点20分加开两班车 由机场站到香港站 九巴和龙云巴士的服务到凌晨1点 九巴的通宵班次将会暂停 而龙云的通宵线会暂停到凌晨1点半 城巴、新巴的所有通宵路线有限度服务 新大鱼山巴士A35线 机场站煤窝的尾班车将会在凌晨1点半开出 青鱼干线和丁九桥在凌晨开始实施强风交通管理措施 运载1、2或5类危险货品的车 禁止使用青鱼干线 容易被风吹倒的车 包括高度超过1.6米的车和电单车 必须要改行青鱼干线下层 也禁止使用马湾路进出马湾 以及使用丁九桥 而是需要改用屯门公路 这次风暴消息报道完了 半个小时后有另一节的报道 伊亚 幸福 伊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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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亚